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是来自赛赛赛 由来自韩国的战队迎战来自中华台北的战队 两支队伍将会决定a 组第二出现的民歌 非常的关键 好的 现在全场比赛已经开始 哎 手枪局 现在还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 我还没手枪局 我说为什么这么快啊 好 现在正式开始 由于是现场直播的话 而且中华台北的是听得清 听得懂我们说话的 让我们稳一点 这边有呃呃呃 对不起 现场可能有点灰心 基本上来讲的话 由于是现场直播 所以说我们很难做到带来精彩的同时都能够取得到补报点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尽可能的能够把产生的局势收清 但是我采取一个延后出了这样一个情况啊 行 啊 那顺便告诉教主一件事情 解说声音现场就没有了啊 好的 随便说 双方都起了装备来打手将军 哦 快点这边的话是 刚才是 刚才是嗨第二的一次前压 现在游MX这一边 哦 好 一次强拆 最后是把c次拆掉 哦 那这一局的话 其实 紧作为c t这一方的韩国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优势 对 手枪局这样一打的话 第二轮你看大家可以看到直接起大枪了 现在是由MX的经济局 前面是放了c次的 其实是可以配枪的 但是 中华台北的队伍打起来还是很谨慎 很谨慎 这一把其实打一把经济局没关系的 对 这一把其实对 因为对面有枪 你绞织把枪这一把就已经不亏了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完全没有起 完全没有起 哎 漂亮 好像是打掉一把反马丝 对 哦呦 这一边有可能再打一把枪 好的 现在是B点 可以突进去 啊 还是 这次反扑海电是刚才配合上面有一点问题 现在去上等 打掉 这次韩国的队伍跟之前韩国的一些老牌竞力 无一的BOX啊 或者是鲁达贴和骇 批黑等等是毫无联系 感觉是一支全新的韩国队伍 这次是韩国预选赛的冠军 但是你这样去想的话 他们刚才这一把大枪局打对方ECO打成这样 嗯 所以说还可能是比较的年轻 对 刚才这一把的话打掉了四把枪啊 这局刚才看下来 从前面去看下来 这支队伍的配合还是有点问题 有MX 感觉像天女散花一样 六颗闪光弹之后 直接对A点发动了一波 好的 这边是直接成功的技能A点 好 现在开始新点 好的 漂亮 最后是成功的把点轻回来之后 这样的话由MX是在自己的第一个大枪战当中拿到了一分 现场这边观众也是有了一点掌声 由MX这几把确实打得很漂亮 是一个世界级队伍应该有的选手 那小组看我们是不是一张图呢 那真的是可能会有打平的情况 但是从之前的比赛来看 由MX拿到的小分要更多一点 海街啊 这一边可能小分少一点 因为之前有一场比赛我看了一下 是他们跟香港的泰衣包只是打了一个16比0 这样的话竞争分方面是台湾人这一边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动跟优势 这一场比赛他可以接受一个平局 而韩国人是没办法接受 这一把打完的话韩国队应该要进 这把应该能起 但起的话 选择了强起啊 这个算强起吗 3500的经济算强起吗 有一点强起的味道在里 对的 因为他们用了法马斯是吗 你想要假的话 你如果想全假的话就肯定要法马斯 他应该有狙击手可能会架上去 来看一下 又来了 又是同样的战术 A点的天女散花之后 然后直接是冲向了A区 这个应该是赛前对托斯卡纳地图进行了一些研究 是的 爱第二的队员从暗号室 不回去 这个路绕的有点远 现在是个三打三 三打三那是已经下班了 所以说现在稳手的话还是有机会 拿出来打秒了一个 一换一 二换一 一防二 有没有机会 就看废局了 漂亮 啊这样的话为了打死最后一个 他可能来不及拆了 拆了 没有拆弹器 对的 好的 好的 这一分很关键 这一分谁输谁要经济局 好 这边的话应该说再强起没有意义了 不如稳一局 警察 UMX这一边的话 经济真的非常好 对 他没钱了 现在 果然是毅力一把 这段时间UMX的快攻打了很多 是的 好像还是选择一个比较快的战略 现在都进去 飞踢由于经济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啊手枪是根本打不住 而且是遭到了一波围剿 对的 全部小心住 但这一波的话应该说 韩国队已经可以起枪了 嗯 这一把大昌局看一下怎么样去打 UMX没有机器手 咱这张地图不太适合 感觉他们的这种快攻打法的话 有机器手反而是一个脱节奏的选择 对 由于他们考虑到自己坐踢 需要一个很好的机动性 是的 所以他们没有选择在进攻局当中起AWP 又要来了 感觉就是这一招先吃变天啊 是的 这一招怎么感觉 安德尔这边是怎么也防不住啊 哎 有一点点变化 在细节当中有一点变化 是有一名队员去了地下室 这个叫做Canding Sky的队员 啊 双架 地下室埋伏了两个韩国兵 现在是干脆A点就放了 但是紧接着台湾人这一边 对坑道这边进行了一个清理 清干净了 哦 这边道具的衔接实在是太好了 对 完完全全拖住了时间 这边韩国兵会不会选宝枪 他要强拆 干脆又强拆 啊被打掉了 啊没能拆掉 5比2 啊 啊全全大死了 不过没关系 钱是挣到了 钱多没关系 好闷枪也没绑下来 是 我这边的话已经是先让对方拿两分以后 直接追了五分啊 看来之前你说天鹿差点输给这支队伍是吗 对 看来真的是有点实力啊 感觉至少他们对地图是有一点研究吧 这一次是假装丢了一颗 铁闪一颗闪来防球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能要出事 没有打一拨 哎打到一个 这边韩国队由于是再一次的ECO 所以说 只能选择这种能打几把枪打几把枪的选择 对小动作有一点多 还有人起了把低狗吗 看一下Kini Sky 他现在跟队友汇合一下 其实可以去摸B点 因为中路这一波的交火之后应该能侦查到cd 最多只有两个人 那B区最多只有一个 先找了把AK 这把不一定形势不太好 包上没上 刚才是由MX犹豫了一点 感觉对自己不够自信 好的一个要后打掉一个 但是对方还有两人 而且是听到了你踢的脚步声 可能要被阴 有可能会在左侧 啊没有 C是在这里 那就是在那就是在头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头上 HR 没有选择出去直接秒 在听脚步在判断对方的啊 下包了 两个人都听到对方了 他在等队友 就是等这位同学 但是这位同学好像拿了把 拿了把AK选择慢慢来 不急 慢慢来 他们两打一有机会 两打一非常有机会 一个要出去拉枪线 哎呦被赢了 漂亮 Kinny Sky立功了 这样的团局处理处理的非常的果断 对 那这样的话 原本已经连拿六分了 是啊 现在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出来 感觉韩国这支队伍 对这张地图的熟悉程度 各方面都不如这支台湾队伍 是的 还来继续 闪A点的 闪中路的 还有下坑道的 但是好像被对方有一个针对 有一个针对 对方进行反闪 知道你喜欢打一波 但是还是白白的 A区一直是白白的 好的话 这边四人手包 那基本上 看到这边是应该最后一名 台湾的队员 好 起居了 那张地图看来在防守上面的话 起居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起居 因为主要是拦截对方第一波 第一波如果拦不住的话 这个狙击手会死得很惨 这个 好的 UMX这边 还要来吗 这次是烟雾弹 烟雾弹的话 现在A点应该是狼烟四起 主攻方向换成了B2 后面 后面的CT压出来了 这位队员是很喜欢压 啊 这边的话 航空队慢慢找到感觉了 对 在起居ECO以后 现在航空队精进也不错 反而是这一把 如果 地步的话 那可能他们下一把要进入精英 现在这一局就是很困难了 看一下UMX这边能不能把这个C4守下来 对方拆包了 现在 是一个假拆 还没拆 还有一个人 真拆 打包脸 打没打掉 没打掉 哎呀 他没管他 没管他 而且很神奇的画面 他打他的时候 他站了一下 然后又蹲下来子弹打空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应该说中央台北这里是一个ECO 对 注意吧 这肯定要E 哎 好像是7000经济的那个起枪 一个人起枪啊 枪起了 好 最后就抢起了 这个时候感觉自己这一方虽然是刚才这局输了 但是还是有优势 还想再来 还想再来 这边只能想到抢起 现在这段时间可能韩国队员也感觉到了 你丢你丢一颗闪 你就是阳公 对的 你六颗闪 五六颗闪 人家肯定你就要挖了 好 把你这个一号室的队员清掉之后 现在应该去反清B点 B点这位队员现在警觉性很高 是的 B1B2之间只留了一个cd胆子很大 啊 这段时间有mx的队员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现在必须放弹 现在必须放弹 感情Sky感觉打得很阴险 好的这边又是一波交换这个军手立功了 哎呀 但是 难道又来了又要弹局小王子的 漂亮 这个一打三打的很精彩 这已经是他今天第几个EVN的残局了 对 每一次他都是留到最后打游击 而且这个 伟大的游击战战是每一次都能打赢对方 那应该说他应该是中国台北这边实力个人 应该是比较偏重残局能力的一个队员 因为每一支战队他需要不同角色能力的队员啊 有的队员是配合型的 工兵型的 有的队员是打主攻突击型的啊 这位队员可以说是残局意识相当的厉害 是的 好 这一次是坑道里边慢慢来 之前在坑道这一侧是被韩国的队员用双架阴过一回 这一局应该没有三个人组成一个主攻方向 啊 CANNING SKY还是打自由人在一号时随时准备侧应 还有一位队员跟他会合一下 那么主攻方向就是A点 韩国队员有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韩国队员朝B点去了 这一把双方好像选择了一个慢打嘛 对 都是到目前为止还没出声 好 现在出声了 要焦火了 CANNING SKY第一个 这一波火拼过程当中双方形成了一个三打一 这一把中央台北应该是要赢了 这个人也想EV3 没成功 非常可惜 这样的话海电这边由于刚才这位队员EV3没有成功 所以要打个进去了 现在都剩下2000块钱左右 而且是估计不配首雷不配杀木之音的 UMX这一侧对B点进行一波阳攻 而在一号史这一边则是架枪 现在海地亚的队员如果前压的话会死得很惨 刚拉回来的人数优势现在又变成了4打4 两边都在埋伏对方 这张地图有说有说T和CT的优劣吗 这张地图其实来源于早期CS的一张地图是托斯卡 这张托斯卡是经过了一点修改 优劣方面我个人感觉这是我个人认为 感觉它的A点是一攻难守 B点是一守难攻 应该还是一家比较平衡的地图吧 所以说CT比较成熟的战队对A区的防守 更加侧重于放对方上A点买雷 你买完雷之后你很难守下来 我只要人数保持在至少跟你一样的情况下 我就有可能反复回来 是的 现在海地亚的队员 应坑道的应坑道 前顶的前顶 A区还是放的 这说明他们开始对这张地图有点吃透了 急吼吼的转到B区去被阴了一个 现在看F4 从坑道想摸出去 好 跟飞友会合一下 现在还是要占领A区 两颗闪光一颗手雷 放C4 最后又是Canting Sky 他又神奇地绕到了对方的侧身 他已经21个Fragment 对 而且他这位队员打得很聪明 很少跟对方正面火拼 是的 基本上是打你背身和侧身 这只能说要一定的意识达到以后才能够防御这样的队员 听过了一番平枪之后人数方面现在变成了一对一 两个人现在开始玩意识 这位韩国的队员又要被玩了 一点方包而是他在A区这边静悄悄的在摸啊 现在知道了 但是他血量比对方多很多 那么就看这个残局 好了被阴了 哦还是收到了这个点 看来我说的有点早了 先接team 好了现在双方交换队伍 几秒钟以后开始 VMX如果拿下这场比赛基本上可以说基本上稳稳的进军半决赛了 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他们还没有交过手的队伍当中 感觉新加坡的那次队伍对他们没办法构成很大的危险 而香港人基本上是已经出局了 啊 啊这个手枪战被对方拿下了 啊 刚刚UMS的这一波的潜艇在二号时到中路一侧跟对方发生了一连串的交火之后 最后是被对方的clock 打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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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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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局 他们怎么布置 啊要前压 拉手雷的声音很小 这个韩国的队员应该通过主舞台能够听得到是由MX队员拉手榴弹的声音 把手榴弹还的声音所以他们应该会很小心打起来 好A去放包 好A去放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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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各处轻一下 安心对方偷包 没有 由MX的队员也不打算去送钱 感觉还是要去断对方 看看能不能断到一把枪 没有 嗯 爱迪亚的队员 感觉都是大户啊2000块钱的加利尔也不要了 直接换 dong A hit dong A k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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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 现在三名队员想去摸A点 但是包斐没有跟着 我们来看一下包斐的位置 包斐在另一侧 这样很危险 赶紧去帮包斐 好的 包斐现在绕回来了 最后是 Canny Sky被对方击杀 Canny Sky确实是意识相当初衷的一位队员 他在几方这样经济局如此不利的情况下 摸到了对方包斐的包斐侧 有MX的队员这一局采取了四个人放手一点 一个人在必须游击 F11高人感大 一个人卡着B2 一中路 好的 现在二打二 两个CD现在紧紧的跟在一起 看一下两个T 两个T很可能都要被打撤撤 好 回头了 现在F4的位置是明的 他不知道T的位置 HR出来打掉了他 那么这一局会不会成为这一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UX的队员经济上不是很急 可以起 可以抢起 看看会不会 没有去这样做 这样的话万一比分变成10比10的话 后面就不好说了 稍稍地摸一下 那边1号级差点被硬了 队友赶紧过来会合 要不要从A大上去一波 好 四个人 A大上去一波 最后1号使得两个CT也被清掉 比分果然是变成了10比10 那接下来这一局大枪对大枪对双方都很关键 为了谨慎期间 由MX的队员没有选择起AWP 好准备 打架 DT从B区一路倾到A点 A区是直接放给对方 现在包匪 最后是把包捡回来 他被碰散了1号室 后路击杀了对方一个人 关键现在时间也不够 F4这一侧可能要遭遇 1比10 A第二连续的一个士气 现在遭到了打击 拉斯克是起了AWP 2号是战术上会做一个调整 这个AWP是把断后局 断的是地中路 担心你进行一个潜顶 VMX的队员也是来取了一个后置防守方式 而且在一些比较阴险的位置 好 看见对方一个角 都在等 两边都在等 现在时间一秒一秒的在游戏上 好的 狙击对狙击 看这一波的反扑 2打2 两个人要遭遇 我队友一颗伞 最后是没能清掉 躲在第二点的H2 比分又变成了11平 当然如果这个比分保持下去的话 对有MX这边还是有利的 现在由MX这边的一个墙起 两名队员从地后路压出来 大部分队员压到了2号室 先清2号室 然后一路清回A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张地图H是一攻难守 所以如果死守守不住A点的话 干脆就放对方买包 先消灭对方的有声力量 这样这个策略是对的 Ider现在人数上处于劣势 他们需要几名队员稍微会合一下 在有MX跟队员清到A区 还是把对方局部上形成一个以多打扫之后 清掉对方局部的人 在最后跟你进行决战 所谓的存地失人 人地皆失 存人失地 人地皆德 虽然这个是毛主席的一个军事思想 但是看来由MX是有所研究 这样的话比分变成了12比11 爱迪亚的队员 场上指挥进行了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现在五个人一起走 一起走2号时 你喜欢进行局部以多打扫 我就跟你以多对多 好 在这个以多对多之后 现在双方打成了一对一 这次被控制了 时间还有 看双方怎么处理这个残局 一万没有去理C4 而是直接阴到了B点 他判断你拿了C4之后会往B区走 看一下他这个判断对不对 两个人现在都是一个逆向思维 好 最后是被阴 这个残局 由MX最后一名队员已不变应万变 确实是让你绕来绕去 绕了老半天 你也没找到他 他不在C4附近 而是选择了 隐藏在靠近C4的那个买了点 因为你拿了C4之后你总要放包 这样形势现在对突然对由MX变得很有利了 而海地亚这一边 考虑到一个经济上的平均分配 还是要打个经济局 但是 抢起了两把沙漠之鹰 似乎要中路发动一次自杀式的冲锋 那中路这位CT应该是有机会刷屏的 中路没有CT 躲在这里 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是没办法接受15比15的 所以他们最后要拼死一搏 因为如果是一场平局的话 可能基本上意味着要小组出局 这种时候打得越紧张越容易出问题 果然是顾了这一头顾不了那头 刚才差一点被偷袭 还好 现在5打4 海地亚这一边有优势 有多偶尔 好 继续轻过去 从B区轻到A点 1.1 1.2被对方打成了 现在这张图的比赛 应该是还有四局 U.M.X可以接受一个比较 但是他们选择了强起 万一这一局强起没有打好的话 那万一强起没打好 那个平局可能会保不住 这个时候这样的选择不一定是明智的 但是就看了 直接扑2号时还是前面的战略 2号时扑到1号时 打背神没打死 让对方从1里边上为A区 既没有放A4 还是要先引一下对方 因为突然发现对方很喜欢这样放过A点 然后从B区一路扑2号时扑1号时一路扑为A点 现在进入到残局之后放飞斯了 好 1跟1 可以强拆 没有拆弹器 没法强拆 非常的可惜 刚才如果有拆弹器的话 是强拆 是有机会的 果然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现在由MX变得没钱了 因为连着输了两局 而且很可能要面对跟对方14屏的一个尴尬的情况 做得本当了 可以 这是这也是这也是机会 对方14屏我们 reflection 以上 然后 这样的话14屏 接下来是大枪对大枪 这份队由MF是很关键 因为我们从屏幕上可以看到 现在经济上就剩下了两位数 或者三位数的经济了 这一分如果输的话 虽然看上去是14比15 但基本上意味着 可能由MF肯定有很大态度 会输掉这场比赛 自打三 在这段时间 由于韩国人突然改变了节奏 没有向前面非常凶狠的经常打一波 而是选择了稳稳的在一号室这边架枪 等你来扑 所以面对对方的这样一个应对 由MX似乎是没有做好心理上的一个调整 大好形势啊 大好形势啊 如果是14比16的话 那意味着最后是韩国人有可能小组出现 他们每一场比赛的进胜分都不如由MX啊 现在中华台北的队员要背水一战了 经济上不好还是要去扑 三个人扑二号室 没有效果 这一次没有直接从二号室扑下去 谨慎一点 因为是最后一局 15比15可以接受 但是14比16是不能接受的比分 韩国人在一号室等了老半天 没有等到对方 现在反而是自己不好下手了 还放黑色 好 这一局 中华台北的队员打得还可以 在法马斯的情况下拿到了AK 四打二 三打一 好 三打一打成了 15比15就是一个平局 只要这样一个平局就能出现 那也就是说 现在中国台北队已经成功出现了 对 理论上是这样的 只要他们最后拆包不失误 停了 好的 这个平局很关键 中国台北最后一小分拿的实在太关键了 对 我们现在还不轻 你把长期的局居然能够拿到最后一小分 确实是这样 现在竹舞台上似乎还在等 看一下 我们还不清楚世界总决赛的规则 正常来讲的话 由于4S的项目它是小祖赛的比赛 小祖赛循环的对抗的话 那么由于是积分制的 如果说打平局的话 算精神分和胜部关系 是啊 但是还不知道 我们现在台判现场正在判决 有可能他们正在计算小分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也有可能是要进行加赛 加赛的话怎么样去排 排定是一个很快的 好的 这边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 加赛 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场在Soul Line上的比赛 居然会打到加赛 因为 其实我们的中国台北队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占到了一个很大的优势 还是没有稳住正脚 那我们这边的话 还是要裁判 跟我们确切的加赛规则 是进行完整的 一张图的对抗 还是双方 去拼 谁先领先 我们这边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加赛六局 先难道四分的队伍 获得比赛的胜利 这个音乐配的确实蛮好的 有种这个大赛前的味道 大战前的味道 感觉这场比赛谁要输掉的话 就要被扔到斗兽龙当中 那么教主对于这场比赛的评分 你是怎么样去看了 其实台北队一开始打得很好 但是最后他们落后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又能帮回来 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 我感觉他们最后没打好 就最后的 但是最后的一小局打得很好 对不对 这个ECO能够打成这样 我觉得他们倒数第三 或者第四局的时候 应该选择经济局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着 接下来的一个素材 地图好像还是那一张 排队现在还没告诉我 现场的台队就在紧张的进行的沟通的工作 那我们现在可能啊 可能是这样的 加赛的规则 由于是舞台比赛 所以说 这边加赛的话 可能是 比如说为了满足观众或者之类的 但是 通过刚才Hairp的时候 如果是通过算少分的话 有可能现在有一支队伍已经成功出现了 还在沟通 还在沟通 那我这边大概已经知道了 小组赛虽然叫国际惯例 是没有 是没有加赛的 对 也就是说 这场比赛已经算成了平局 那平局的状态之下呢 就要进行一个小分上的计算了 那那教主说到小分上的计算 是不是中华台北 那是肯定 之前他们跟香港的比赛 十六比 十六比 但是是这样子的小分呢 但他还可能会有一个胜负关系的对抗吗 没有 该赢的都赢了 该输了也输了 也就是说 这两支队伍全部战胜了这个组 其他的两支队伍 然后他们又输给了这个小组 第一出现的队伍 对 他们之间是不存在胜负关系 对 那还真的是一件非常休息的事情 我看到选手已经在收拾装备了 我这边还在等待现场裁判 好的 现在的话已经是 已经确定是平局 那么平局的话 接下来这场比赛是平局 我们会把现场裁判 所统计小分的最终结果 第一时间告知 第一管舞台 然后我会 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将会是 魔鬼之马三项目的一场对抗了 由 Malintic的Moon 迎战来自波兰的ParaD 那么相信下一场 魔鬼之马三的对抗呢 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 欢迎战来自我 如果是有一个缘共译的 我们下车备怎么悉 我们下车复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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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下车复杀了 那是吗 以后 我们下车复杀了 不下车复杀了